1946年1月 南京的梅花山上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在蒋介石的受益下 汪精卫的墓地转瞬间被誉为平地 众人开关后 却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 汪精卫的尸体保存完好 没有腐烂 其口袋中的字条 更是让蒋介石坐立难安 作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 汪精卫曾经是众人追捧的对象 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后 汪精卫与革命先驱孙中山相识 二人一同投身于革命 汪精卫经常在公开场合进行革命宣讲 他振臂一呼 无数人随之响应 在众多少女的心中 汪精卫是偶像般的存在 汪精卫与妻子陈碧君正是在那时相识 前往南洋巡讲时 坐在台下聆听的陈碧君 被汪精卫深深吸引 陈碧君原本是富商之女 却为了汪精卫牺牲甚多 1908年 27岁的汪精卫 迎娶了17岁的陈碧君 婚后二人相敬如宾 1925年 孙中山身体每况愈下 那时的中国依旧是群雄逐鹿的场面 斗争十分激烈 蒋介石 汪精卫和胡汉明 是民国时期最为强大的三股势力 而汪精卫与蒋介石 在国民党内部的关系 犹如针尖对脉盲 矛盾不断 国民党早期 由于在日本时期共同斗争的经历 汪精卫深受孙中山的器重 是当之无愧的接班人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曾经的汪精卫 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 高于蒋介石 然而孙中山执政后期 蒋介石手中掌握的兵权越来越多 于汪精卫而言始终是极大的威胁 多年的明争暗斗 名义上汪精卫强于蒋介石 事实上却在实际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 孙中山去世后 汪精卫失去了强大的靠山 势力逐渐衰弱 1927年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汪精卫对此一直颇为不满 暗中对蒋介石进行打击 1932年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处于实际需要 蒋介石与汪精卫合流 汪精卫上台后 提出了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口号 显而易见 交涉为核心 抵抗只不过是幌子 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共同商议下 中国与日本相继签订了 唐姑协议 松户休战协议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 那时的汪精卫与蒋介石 是狼狈为奸的典型代表 1935年 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 他们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开始扶植清华代理人汪精卫成为首选 渐渐的 汪精卫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汉奸 汪精卫为了讨日本人欢心 对内镇压对外卖国 国内部分人对汪精卫恨之入骨 自此 汪精卫被刺杀之路也正式开启 11月1日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会议结束后 众人计划合影 此前由于准备不足 耽误时间较多 蒋介石心声不满 拒绝与众人合照 担任副总裁的汪精卫 亲自去邀请 蒋介石却说 今天秩序太乱 恐怕要出事 汪精卫不以为然 吃笑蒋介石胆小 便一人走出大厅照相 事实果真如同蒋介石预料的那样 人群中突然窜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人 爱国人是孙凤明 他向着汪精卫的方向连开三枪 分别打在左脸 左手以及后背脊椎骨上 国民党迅速反应 将其送往医院 经过全力抢救 汪精卫才摆脱了生命危险 然而汪精卫后背脊椎骨的子弹 由于状况复杂 始终没有被取出 此后的多年 汪精卫身受伤病折磨 1937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汪精卫一直秉持着消极抗战的观念 他说道 前途渺茫 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 加之日本人全力拉拢 汪精卫已经成为日本的左右手 在日本的受益之下 汪精卫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求和 蒋介石始终不愿意松口 汪精卫对此心有不甘 便计划自立门户 然而国民政府被蒋介石把持 汪精卫能够利用的力量少之又少 因此他颇为犹豫 汪精卫的心腹陈公伯 周佛海等人一直暗中煽风点火 汪精卫深受鼓舞 最终下定决心 另立山头 为此 汪精卫征求了妻子陈碧君的意见 在他看来 自与蒋介石河流以来 汪精卫遭到的刺杀不计其数 背后必有蒋介石推波助澜 早已经心生不满的陈碧君也颇有野心 表示对汪精卫单干的大力支持 1938年 蒋介石对汪精卫忍无可忍 虽派遣杀手前往越南 却以失败告终 1940年 在日本的帮助下 汪精卫自立门户 成为依附于日本人的汉奸 或许是因为自食恶果 汪精卫政权建立以来 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容乐观 三年后 汪精卫不慎从楼梯上滚下 陈碧君赶到时 他已经昏迷不醒 这也是汪精卫病情恶化的导火索 当年留在汪精卫体内的子弹开始发言 汪精卫一直高烧不退 身体逐渐受削 日本人眼见形势不妙 专门从日本请来了专家 为汪精卫会诊 在日本医生的照料下 汪精卫的身体开始好转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 汪精卫的病情更甚从前 就连下床都十分困难 为了更好地接受治疗 汪精卫和妻子乘坐专机前往日本 日本医院经过诊断后宣布 汪精卫患上了骨癌 尽管已经无力回天 汪精卫还是坚持接受治疗 1944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军队开始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轰炸 汪精卫被迫转入地下室 地下室气温低 空气潮湿 触发汪精卫的身体炎症 第二天 他便已经一命呜呼 后来 汪精卫的尸体被运回国内 以何种规格安葬 安葬在哪里 成为众人讨论的重点 事实上 1942年 汪精卫曾经在众人的陪同下 来到中山林扫墓 随后前往不远处的梅花山 梅花山风景秀丽 汪精卫喜爱不已 便对手下说道 死后若能葬在梅花山上 就心满意足了 汪精卫死后 陈碧君和手下 为了完成他的遗愿 决定将其葬于中山林旁边的梅花山 1944年11月 汪精卫的尸体正式下葬 那时的日本政权已经是强弩之末 为了不嫌冷情 日本以20元为诱饵 强迫南京市民前来梅花山 为汪精卫送葬 作为中国汉奸之首 汪精卫的坟墓修建得十分气派 其墓学分为主墓 祭堂以及警卫士等 根据陵墓修建者回忆 汪精卫墓地的所有规格 大多仿照孙中山的陵墓 汪精卫修建陵墓的花销 为5000万尾币 那时的日本已经在中国战场上节节败退 汪精卫陵墓的修建也遇到了阻碍 尽管汪精卫的陵墓没有修建完毕 但与其他的国民党重要人士相比 汪精卫生死后已经风光无限 陵墓规模几乎前无古人 日本兵败如山倒 陈碧君知晓 如果国民党回到南京 痛恨汪精卫的蒋介石一定会将墓地破坏 陈碧君决定先发制人 他命令手下从其他地区运送了整整五吨铁片 用混凝土搅拌 浇灌在墓穴之中 如此一来 汪精卫的墓穴外面就建立起铜墙铁壁 外人无法轻易攻破 1945年8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何应青接受了日本的投降诏书 此时在重庆等待多时的蒋介石 早已经迫不及待 命令手下准备回南京的相关事宜 计划重返南京 一山不容二虎 汪精卫的墓穴与蒋介石而言 便是赤裸裸的挑衅 与此同时 汪精卫在中国臭名昭著 如今葬在南京 百姓们也十分不满 他也感受到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蒋介石对此颇有微词 致电何应青 我们马上就要还读南京了 那里还有个汉奸的墓 在孙先生请临旁边 这成何体统 何应青明白蒋介石的意图 连夜召开会议 探讨汪精卫墓穴的处理方法 南京宪兵司令张震 南京警备司令邱伟达 陆军参谋长萧逸宿 等重要人物悉数到场 会议上何应青说道 召集各位来 首先需要对今天会议上的内容 进行严格的保密 接着 何应青宣布了蒋介石 不日之后 即将返回南京的计划 随后引出了汪精卫的墓穴问题 如果不将他拆掉 全国的百姓生气 委员长也生气 何应青故作严肃地说道 在陈碧军的安排下 汪精卫的墓穴 早已经坚固无比 想要处理又谈何容易 众人商量后一致认为 爆破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自18日起 国民党内部便开始为炸毁 汪精卫的墓穴做充分的准备 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的 所有道路均已经封闭 行人无法通过 1月21日晚上 何应青命令国民党74军 五十一式工程兵将150吨TNT炸药 运送到汪精卫墓穴附近 国民党士兵将部分炸药 埋在汪精卫墓穴的外侧 几声巨响后 陈碧军下令修建的混凝土 保护罩应声倒塌 随后 何应青命令手下将汪精卫墓穴的 内窖炸开 汪精卫的墓穴被爆破 众人却大吃一惊 当时的南京市的市长马超骏围观了整个过程 他回忆到 汪精卫的尸体在埋葬前用防腐计防腐 尸体还没有腐烂 众人开关后 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画面 汪精卫的尸体 尸体完好无损 其身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旗 他身穿海军长袍 戴着一顶帽子 外面套着夹克衫 依旧体面 与此同时 汪精卫的墓中 还有唯一的一件随葬品 诗稿 那是汪精卫早年出版的众多诗词的集合 他曾经爱不释手 心语将灭万石修 天涯无处不愿游 纵有先辈长颜良 亮无后人续春秋 或许汪精卫写下这首诗时 就已经注定其悲惨的命运 士兵们继续检查汪精卫的尸体 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魂西归来 经众人鉴定 这正是汪精卫的妻子 陈碧君的字体 魂西归来 处处于屈原处刺里的招魂篇 意味漂泊的魂魄归位 张碧君此举 是希望深入飘平的汪精卫魂魄魄 能够从日本归过 得知字条上的魂西归来 蒋介石不免有些恐惧 下令紧急处理汪精卫的尸体 何应清命令手下将汪精卫的尸体烧掉 事宜 众人随意地将尸体扔到了卡车上 前往火葬场 汪精卫的尸体被投入焚尸炉中 工作人员加大火力与锋利 短短一段时间 汪精卫已经灰飞烟灭 纵使在国民党内部 汪精卫依旧受到万人唾弃 他的骨灰也被随手丢在路边的水坑之中 蒋介石忌惮淡淋漪事件的发生 命令墓穴内的士兵们妥善处理此事 当天晚上 士兵们紧急将墓穴填补平整 后来 国民党在汪精卫墓穴遗址上修建了一座亭子 取名为官媒轩 亭子四周修建起栏杆 有花草树木 颇具观赏性 前往亭子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当年汪精卫的墓穴 似乎已经永远成为历史 至于汪精卫的心腹 则面临着悲惨的结局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者叛变 或者被蒋介石逮捕 被判处死刑到有期徒刑一年不等 汪精卫的夫人陈碧君 在丈夫死后的第二年 便成为阶下囚 此后的十几年时间内 陈碧君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罪行 口中却念念有词 我的丈夫是一个美男子 南京看守所内 陈碧君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当秉持着宽大处理的原则 决定对其进行特赦 陈碧君不愿意承认汪精卫的汉奸身份 拒绝了特赦 1959年 陈碧君病逝于监狱 关于汪精卫的所有记忆 最终落下帷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